為甚麼你不怕我怕? 每個人都很怕我一隻 懂得說人話的青蛙 你真是懂得說話 不過牛大媽我就不怕你了 為甚麼? 說開幾年前 我老公和兒子離開了我之後 我一個爸爸知己門 村民經常擔心我 就來我家和我聊天 但我怕會弄人不好 那慢慢我和蝴蝶 鳥仔 魚仔 還有青蛙仔 那就聊聊聊聊 慢慢我真的覺得 我是懂得和你們聊聊 這樣 原來是這樣 不過你有些蟲 你可不可以先落下 謝謝你 牛大媽 牛大叔兩父子去了哪裡? 不回來 不回來 不回來?為甚麼 發雪幾年前 有一次我不小心弄傷了一條腰 躺在床上哪一處都去不到 我老公和兒子很擔心我 有一天 我老公就和兒子說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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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你娘的腰再這樣下去 就不是辦法的 村長跟我說 碧羅雪山上面有一種藥草 如果找到這種藥草 就可以治到你娘的腰了 真的嗎? 爹 真的 那就太好了 不如這樣 就讓我一個人去上雪山那裡去採藥給我娘 傻子 你也不知道碧羅雪山的山路有多斜 還有 毒龍江和路江的河水又這麼急 你這樣一個人很危險 不如這樣 現在我和你一起去 有個招應也好 也好 爹 好